防上一干 挡住了小半颗 双方现在是差7分 台面还有18分 没有完全常住 分边分得不错 力度好像轻了 左边中带漏球 当然篮球接粉球 也是一个难度球 直接要的底带没打进 这干是带着防守来打的还不错 再报一下分数 斯嘉惠39分 达赫迪46分 这干可以打了 哎呦 还是没打进 粉球 粉球顶到带口了 斯嘉惠的机会 可能说这个达克迪没了 这个意外来的太突然了 这一下把球形 就是相当于送给了斯嘉惠 篮球打进 这局就拿下了 哎呦 篮球还没打进 就是准不进 篮球扔到底裤上 母球可以尝试往黑球后面控了 力度力度力度大了呀 这这局打得稀烂啊 说实话真是稀烂 应该半个小时往上了 贴到左侧边裤 再轻轻顶一下 再轻轻顶一下 一会就把粉球给顶进去了 看谁先把粉球传进去 一旦传进去 另一位就可以拿下比赛了 没贴到啊 没贴到 罚掉五分 现在达克迪已经是51了 在这打 更难 好还不错啊 这一杆效果还不错 双方还是围绕着这三颗球继续来防 目前达克迪是领先的12分 感觉围绕这颗篮球还可以再玩10分钟 四家会员要收利啊 而终于触柔 还是在粉球附近来回的倒腾啊 好篮球被放了下来 看一下至少刚才那个局面被解开了 粉球终于还是摔带了 这根球可以打的呀 你在那看也没有也看不出来什么呀 明明是达克迪打摔带的 你怕什么 自由球啊 给到自由球了 这局基本上拿下了 好球 粉球打进 有了 当然这个粉球只加五分啊 这是自由球按台面上的最低分值来计分的 这不就有了吗 别再开玩笑啊 这个粉球角度还是不太理想 好球 准进啊 还是不够超分啊 还需要打黑球 超分了 超分了 那终于比赛结束 斯嘉辉成功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5比3战胜了达克迪 挺进了32强 比赛的胜利 超分的 比赛的胜利